本台消息 9月27日 2016夏威夷旅游全球峰会 在夏威夷州檀香山市 夏威夷会展中心盛大开幕 本次峰会汇聚了来自全球的思想领袖 远见着实者 供应商 运营商 政策制定者和媒体 以创新的方式拓展商务联系 分享经验 同时对文化保护 可持续性旅游 提升游客体验大环境 和教育项目等旅游相关话题 进行探讨 今年的会议主题为 携手变革旅游业 大会将一改以往的单一会议模式 更加重视和鼓励与会者的互动与参与 来自18个国家的精英代表 和超过1500名专业人士 将通过79场论坛 及诸多互动活动 共同探讨国际旅游趋势 建立战略联盟 分享新型机遇 对于夏威夷来说 我们觉得夏威夷有这么棒的产品 而且夏威夷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 Destination之一 我们有这么棒的产品 我们有这么好的地区 我们有这么好的文化 我们有这么多的活动 我觉得中国的市场 对于夏威夷来说 应该说是大有可为 是有很巨大的potential 我觉得峰会办得非常好 尤其我听说是第一回 一整天讲中国和中国未来的雨流市场 这样的课题和如何接待好 中国那么多的旅游的游客 我觉得这个主题办得非常好 像夏威这么美丽的一个地方 有新鲜的空气 最好的水 还有就是安全的食品 那我们的乐活夏威夷的主题 就是环绕在这些夏威夷的大自然 而创造的这个事情 开幕式在传统夏威夷起伏 和呼拉伍中拉开序幕 紧接着 夏威夷州旅游局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乔治·希格提先生 致开幕词 他表示 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位参会人员 能在大会上得到他们需要的信息和人脉 帮助他们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全球市场上 做出更好的决策 下午 夏威夷州旅游局研发的首款 一站式掌上工具 Go Hawaii App正式发布 这款App提供夏威夷六大主要岛屿的 诸多旅行贴士 并有包含水上活动 徒步远行等项目的重要安全提示 和每座岛屿的天气状况 这些丰富的实用信息 将帮助用户更好的体验 夏威夷各式各样的景色 活动 特色庆典 及文化节庆等 夏威夷中文电视台记得 哈罗瑞瑞报道